来看到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 来自中国的第五批援助物资 运迪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委内瑞拉外长 卫生部长 以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 李宝荣出席了机场的欢迎仪式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还用中文表达了感激之情 此次运迪委内瑞拉的抗疫物资 共计46吨 包括快速检测试剂 口罩 手套 防护服 红外体温剂 以及防护镜等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 这些物资将会被尽快分发到 委内瑞拉全国的医疗中心 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在采访中表示 中国一贯秉承着团结合作的理念 在关键时刻向各国伸出援手 在当天的电视讲话中 马杜罗第一时间公布了 中国援助物资抵达的消息 并用中文表达了感谢之情